5 4 3 2 1 2023由温子仁监制 男主帕特里克威尔森导演的最新恐怖大片《潜伏5》震撼来袭 故事延续《潜伏2》的结尾 乔什和道尔顿父子二人为了消除过去的可怕记忆 纷纷催眠忘掉发生的事情 包括自己的灵魂穿越能力 时间转瞬即是来到十年后 道尔顿在一间画室镇上的课 原本他画的是母亲 可老师却让学生们达破常规 画出灵魂为之破碎的画面 他遵循自己内心竟然画出了一扇诡异的木门 疯狂作画时突然一掌按在了画笔上 手上的鲜血滴落在画布上时 他的眼前浮现出自己靠近一扇红门的画面 可他不知道的是自己画出了红门 因此那红门之后的力量也渐渐地影响到了现实 乔什从噩梦中惊醒后以为自己身体有样 于是来到医院打算做个合词共振检查 医生提醒他在整个检查过程中尽量保持静止 可当乔什进入仪器后没多久就陷入了一片黑暗 他以为是仪器故障 但呼唤医生却没有任何回应 被困在这狭窄的空间内乔什越来越焦虑 大声求就让医生放自己出去 然而这时头顶的仪器外传来奇怪的敲击声 乔什转头环顾四周 脚下爬来一个恐怖的身影 灯光亮起后仪器恢复了正常 他向医生询问刚才的可怕遭遇 可医生却似乎毫不知情 检查结果他的脑部也没有任何问题 对方得知乔什经历夫妻离婚 最近母亲也去世了 认为他是压力过大产生的幻觉 道尔顿把那副未完成的话带回了宿舍 照着脑海中出的红门继续玩上化作 这时突然房间电力中断 道尔顿找出充电宝接上台灯 却发现灯光变成了诡异的红色 他走上前查看 灯泡上竟然涂抹了一层红色的颜料 正疑惑时眼角发现自己的床上 也有个鲜红的斜手印 他走上前去用自己手对比 发现竟然是一模一样的 道尔顿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拿出湿纸巾开始擦拭床单 可怎么也擦不掉 就在道尔顿放弃时 床单突然飞了起来 吓得他惊声尖叫起来 这时女友黑妹进来 奇怪他在那乱叫什么 让道尔顿穿好衣服 跟自己去派对放松下 来到派对后他依然心神不明 在厕所遇到了个抱着马桶呕吐的男人 道尔顿走上前关切地询问 可当对方抬起头却吓了他一条 男人口中不断喊着关上门走向他 道尔顿吓得立即关门转身就跑 慌不择路躲到了床底下 这时房门打开 派对的主人小帅走了进来 可对方打开厕所的门 却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等小帅走了后 道尔顿松了一口气 可这时身后又传来声音 他转头望去床后多了一双脚 道尔顿吓得立即往外爬去 不料床上对方正等他出来 在道尔顿的惨叫声中吐了他一脸 黑妹又一次打断了他的好事 刚才一切仿佛是幻觉 道尔顿立即带着黑妹回到了宿舍 可就在夜晚他继续完成那幅红门画作时 突然陷入了沉睡之中 当道尔顿再次睁开双眼 整个世界变得一片阴暗 仿佛穿越到了另一个空间 他拿起台灯向着外面走去 突然发现房间里自己的身体 依然坐在画前一动不动 他好奇地走出房门 想要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 宿舍走廊上一片漆黑 道尔顿进入了黑妹的房间后 看到他桌上的吹琴 不小心按道琴键把对方吵醒 可不料黑妹起身后迷茫的环顾四周 似乎根本看不到他 道尔顿恶作剧想要吓吓他 于是吹响了手中的琴 琴声把黑妹吓得半死 立即打开灯查看 道尔顿一路跑回了自己的房间 却没发现身后有个爬行的人 隐正跟着他